据国会山报8月18日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对总统拜登 处理美国从阿富汗车军一事都感到失望 很快 拜登政府的高层将迎来国会对其相关决策的质询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已于周三致喊拜登 要求他在下周召开由四名国会最高领导人 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高级成员 组成的八人小组的简报会或者电话会议 除了上述众议院的两个委员会之外 参议院的两个委员会也表示 他们将举行听证会 调查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 以及拜登政府是如何误判阿富汗政府和军队垮台速度的 8月19日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附近惊传炸弹威胁 一辆卡车声称在有爆炸装置 国会警察展开调查 该区域人员已经撤离 包括杰弗逊和麦迪逊以及卡农大厦办公楼 据两名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称 现场有人员正在与嫌疑人谈判 消息人士称 该男子驾驶的皮卡没有拍照 参众两院目前尚未开会 大多数议员目前也不在办公室 8月19日美国交通部发布文件 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在未来四周内 将部分中国赴美航班的客座率 限制在40% 通告指出 这是对于美联航被触发熔断措施的回应 并且即刻执行 7月21日 美联航由旧金山至上海的UA-857航班 由5名乘客入境后核酸检测为阳性 触发了民航局的熔断机制 美联航有三个选择 一是取消两班定期航班 二是原定期航班改为不载客货运航班 三是四班定期航班的载客率不得超过40% 美联航最终选择了第三个方案 从8月11日开始实行 而此次通告中被限制的中国航空公司赴美航班 包括8月23日至8月29日期间 国航CA-987北京至洛杉矶 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 东航M1587上海至纽约 9月6日至9月12日期间 南航CZ-327广州至洛杉矶 9月13日至9月19日期间 下航MF-829厦门至洛杉矶 8月18日两名San Bernardino警察 在Highlight地区遭枪击 当时他们正在调查一名据信在前一天的一次伏击中 开枪打伤正在追捕他的警员的男子 嫌犯已经被击毙 San Bernardino警察局长埃里克·麦克布莱德表示 嫌疑男子被警方初步确定为34岁的欧文·奥利孔 他被描述为来自San Bernardino的黑帮成员 有大量的犯罪记录 麦克·布莱德说 他之前曾因涉嫌暴力抢劫和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而被捕 并身负20万美元的悬赏令 从2019年一直在逃 两名中枪的警官被送往洛马琳达大学医疗中心 预计没有生命危险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·穆加西德 8月19日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 在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 独立102周年纪念日之际 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5月19日在社交网站发言人们 tai别人在社交网站发言人们 洞生创造成定处表声明